今天分享一下小挖掘机怎么上带有爬梯的拖车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位学员只有16岁 然后可以看到先把爬梯放下来 我们放的过程中最好是用走背来放按压 然后调整侧量位置让两条履带对齐爬梯 然后我们正常往后拉行走往上爬 它这种拖车和大挖掘的拖车有一点的不同 就是说车厢比较短 再爬到一半或者说取动人上去拖车 有一个轮子的距离然后把车转过来 这里可以看到车比较小爬梯比较长 车还没有上到平板上 这里有一个小技术 就是说需要借助小臂的力量往前推 然后往后拉行走 随往前推小臂随往后倒车 倒车的过程中呢要适当的慢慢的往前推小臂 推的力度呢不要太大 以免说你车还没有上去小臂就推完了 上去之后呢我们把他的爬梯给他勾上来 这个呢也应拖车司机的需求 有的拖车司机呢需要你把它勾上来 有的呢就不需要 这里呢我们勾的时候要注意 最好用斗尖用一个斗尺 或者说用鞭匙把它勾起来 勾爬梯的时候呢力度不要太大 以免这个爬梯来回的壞 勾这一边的爬梯图里有一个小货物 第一次没有勾起来 然后本期视频分享到这儿 喜欢更多挖掘教授的双机家观众 快手 看见每一种生活